继两年,娱乐圈的塌房的事件层出不穷,各有各的精彩,有的触碰法律底线,有的扎碎三观,有的人设崩塌,自以为出名了,就忘记自己几斤几两了,各种花样作死,自毁前途,要是说他们曾经站在神坛上高不可攀,如今他们便如同过街老鼠,人人喊打,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,2022年有哪些自毁前途的艺人。 一,李一峰,李一峰不愧是2022年度的最佳演员,如果不是北京警方发出李一峰被拘留的通报这个铁板钉钉的事实,简直哪以置信这个风度翩翩的有为青年,竟然是嫖娼惯犯,在之前,李一峰忽然缺席了一个线下活动,当时就有谣言说他因为嫖娼被抓了,谁知,李一峰当晚就直播辟谣了,但他的澄清也是闪烁其词,苍白无力,就在粉丝们终于松一口气时,李一峰原本参加央视中秋, 晚会的节目被除名了,与他相关的几个奖项也相继被取消。 不久之后,官媒就发布通报称,演员李某某对多次嫖娼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,已被行政拘留。 二,邓伦。 邓伦曾是石家庄之光,只可惜他一念之插饭下原则性错误,再无回天之力,邓伦辉煌时从未在朋友当中端过架子,有求必应的他,前前后后当了十多次伴郎。 邓伦从高处跌下,摔得很重,可叹邓伦的朋友们有情有义,依旧待邓伦如初。 邓伦的发小刘某某某大婚,发勤俭让邓伦当伴郎,但邓伦拒绝了,但还是以嘉宾的身份如约前来恭贺喝喜酒。 参加喜宴,想必邓伦穿的是最拿得出手的衣服,有网友搜索邓伦所穿的衣服,发现这些衣服的价格不超200元,是名副其实的平价品牌。 邓伦从私人定制到只能穿平价品牌,说明了他的经济状况堪忧。 虽然曾是大明星,但邓伦缴纳了罚款,承担了各项合作的违约金。 在这种情况下,他的积蓄恐怕早就已经耗光,甚至可能是负资产。 回到家乡的邓伦,似乎在和发小一起做生意,锦上添花容易,雪中送探男。 可探邓伦的发小朋友真的很有爱,真的很仗义,他们没有见邓伦落魄就将邓伦一脚踢开。 邓伦赚得并不少,却依旧有贪婪之心,税务问题上敢弄虚作假,岂非自断发展之路。 三,张汉,提起张汉,就只能和霸道总裁的人设挂钩。 他出道这么多年了,演技仍旧不堪,而且还多了几分油腻,别人都是眼儿忧则倒。 他倒好,非但没有好好磨练演技,反而给观众们带来了今年度最烂的作品。 他主演兼编剧的东八区的先生们,剧中有不少冒犯女性的情节。 张汉饰演的男主角和女主角的小画面,官媒更是下场痛批,让张汉扪心自问诚意何在。 之后,该剧在视频平台遭到下架,引发全网欢呼。 张汉虽然出道多年,但好作品少得可怜,如今更是败光了观众员。 这部剧翻车后,网友们更是劝张汉退圈,甚至扒出了他拖行交警的黑历史。 不得不说,如果张汉还想在演艺圈混下去,就不要把观众当傻子了。 好好磨练演技,提升自身素养,否则迟早有一天他将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地。 4.徐开成 如果不是张天爱和古丽娜扎两大美女开思徐开成,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。 在娱乐圈一直没混出名堂的他,如今因为丑闻一下子就出名了。 在之前,张天爱在社交平台上放出了一段他和徐开成的通话录音。 这段录音内容,是徐开成承认自己和朋友参加多人运动后,申请恳求张天爱原谅。 虽然他口口声声说愧疚,但字里行间却感受不到诚意,反而是为自己开脱,把锅甩给了酒精。 而在此之前,徐开聘就被多次抓拍到深夜留宿鼓励那扎家。 张天爱时捶扎男半小时后,那扎也紧随其后马上转发,并澄清自己不是第三者。 从他生气的语气中可以明显看出,他也被徐开成骗了。 当晚,徐开成发文向所有人道歉,将他和张天爱分分合合的时间节点列出来,但此举无疑是雪上加霜。 5. 蜡木杨子 蜡木杨子是网红出道,没有漂亮脸蛋,也没有好身材,却凭借着自信和搞笑天赋展示了他的魅力。 他的演技还曾获得过尔东升导演的大家赞赏。 曾经,他给过很多人正能量,但今年他的口碑却极转直下。 之前不久,由蜡木杨子主演的电视剧《我叫刘金凤》上映,但网友们发现,该剧人物的福道化充斥着许多日本元素。 蜡木杨子饰演的女主角身穿合服风格的衣物,吃的食物还是寿司,完全不符合这部剧的历史背景。 也是,网友联合发起了抵制,广电总局也发文批评该剧的浮化问题,很快的这部剧就迎来了下架。 蜡木杨子能从网络走到大银屏并不容易,但如果想在娱乐圈站稳脚跟,就得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,提升休养,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毁了自己的观众缘。 6.郑爽 在经历了代孕气氧风波后,郑爽正式告别了娱乐圈,虽然孩子的事情依然没有一个确切的解决方案,但是他作为一名素人,如今已经回到了东北老家,期待过几天平静的日子。 现在郑爽已经抵达沈阳老家,除了休养生息外,也在着手处理其他事物,想要真正逃离这场风波,恐怕得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。 7.曾经身处名利场,郑爽就算回家家庭,恐怕也很难完全消除之前的影响,他这张脸曾经是至盛的法宝,而如今就是生活中的最大麻烦。 据悉,郑爽回到老家后的生活并不好过,貌似遭遇了周围人的冷暴力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郑爽所住的小区都知道他回来了,全家被同小区住户嫌弃孤离,纷纷绕着他家走。 7.范冰冰 这两天最热闹的第二,当属嘎纳了,时隔三年,内与明星重回嘎纳红毯,当然,最惹眼的还是范冰冰,五年后回归嘎纳红毯,话题度依旧,网友戏称,曾经的坦星鼻祖,如今的冰飞回宫。 8.吴亦凡 从顶流到罪犯,吴亦凡的罪行令人发指,吴亦凡以巨星身份混迹娱乐圈多年,齐霍海的少女不计其数,他借明星之名,满足自己的私欲,却无人将受害者置于思考之中。 而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揭开了娱乐圈黑暗的一脚罢了,最终吴亦凡被判刑13年,有网友爆料了吴亦凡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? 针对吴亦凡在狱中的情况,一些网友爆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,吴亦凡被判入狱已久,结合网友爆料,如果属实其在狱中过得似乎太过悠闲,不仅当上了班长,还坚持写歌创作,每天有两人专门照顾其生活起居,这让人感到十分不满,他的罪行应得更严厉的惩罚。 吴亦凡因祸害女性等罪行被判13年徒刑,这已属轻判,因为祸害女性的严重性,在其他国家无期徒刑或死刑是很常见的判决,而在这样的罪行下,他却还能在狱中过上悠闲舒适的生活,这无异于对受害者的嘲讽。 9.王力宏 前不久,王力宏和前妻李亮磊现身法庭,这也是两人自离婚开思以来首次同框,有小道消息指出,此前法庭宣判王力宏对三个孩子有探视权,但因为李亮磊的阻止,王力宏并没能如愿。 这一次,王力宏再度提告,法庭强制要求双方道庭面谈,才有这次同框,这场离婚大战,无论是男方只想邀孩子不想邀孩子吗,还是女方想用孩子要挟达到获得更多财产的目的,大人争夺利益,孩子只想有正常的家庭生活,只想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。 然而王力宏和李亮磊开思,不仅让南方失业停滞,也把孩子和亲人生生切割,只希望这场三败俱伤的拉锯战早日结束,时,李云迪,前段时间,有媒体透露李云迪将举办为期五天的国际钢琴演奏会,地点是澳大利亚悉尼哥剧院,消息一出,就遭到了网友的质疑,这是真的吗,难怪网友不相信,毕竟李云迪因嫖娼被朝阳警方拘捕的事情,在脑中还没散去。 2021年10月21日,他被北京朝阳警方拘捕,当时,警方在捣毁一个卖淫窝点时,在某卖淫女的手机信息上,发现该卖淫女与钢琴家李云迪有业务往来,还有每次一万元的实名转账记录,于是李云迪刚从外地演出回来,一下飞机就被警方带走了,对自己的嫖娼行为,李云迪公认不讳,这已不是李云迪第一次进举子了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在2021年上半年,李云迪已经因为嫖娼经过一次举子,当时考虑到舆论的影响,警方给他留了面子,谁知道,他不知悔改,不到半年,就二进攻了。 这一次,北京警方没有留情面,直接将事实发布出来,人民日报也发文黑白情见,不容涉谎,公开对李云迪进行批评,人们说李云迪能够付出,就是沾光了国际钢琴家的名头。 可是,一个人的艺术才华,是建立在人品道德基础上的,割裂起来做宣传,总是很滑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